突然发狂就把转角这台脚踏车用力推倒 黑男这莫名其妙的行为 旁边女友也看傻眼 他下个目标是路边这辆机车 但限时报似乎来得太快 机车倒立的同时 男子一个重心不稳 自己也摔了一跤 当场脸不着地 巨大声响引起旁边的保全注意 冲出来看呵斥对方说要报警 但黑男没在怕 还敢回头呛声 随即跟着女友赶快落跑 地点在台北市中山区 南京东路巷子内 由于附近就是调通 三级警戒前 不时就会有乱推车的醉汉出现 当时这对情侣疑似在吵架 南方情绪不稳 先是推倒了一辆脚踏车 接着又继续推倒前方机车 但因为喝醉重心不稳 自己也摔了一跤脸不着地 但还是持续在街上大闹 听见巨大声响 又看到有机车倒在地上 附近的居民赶紧报案 就怕又像之前一样 又有整排机车全被推倒 就是怕推车怪客又出现 像北投这名男子 一手抓龙头 一手抓车尾 一台一台推 路边整排车无一幸免 新北市永和也曾出现类似情况 路边机车停好好的 却莫名变成泄愤对象 这回又有人破坏车辆 却害得自己摔跤 报应马上就来 TVBS新闻节目 有关于台北报道 在内外焦点等你哦